你RStudio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上Google Classroom去下载资料集 我们在测验统计程式专题研究1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关语里面 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资料 我们今天资料这里有一个Advertising的CSV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SV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按下下载 然后把它存在一个资料集里面 我下载会放在下载的资料夹 对 这是下载的资料夹 我可以把它剪下来 然后把它放在 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桌面上 按右键 叫做R20150312 就把它贴上 这样可以吗 这步骤没有问题 直接做 这步骤 再看一次喔 你就上你的Google Classroom 然后你测验统计程式专题研究1 然后你按一下关于 然后我们的教材都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Advertising 然后就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它会自己打开 它会自己打开 打开完了之后 你就点上面这个下载 把它载下来 下载它就会载下来 那载下来之后 再把它放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去 好 先坐一下 先坐到这里 然后顺便把你的昂打开 好 把你的昂打开 然后Studio把它打开 这个 这个 你应该可以动啊 不要管人家弄的 你还是不要动是不是 对 好 那你就回去坐下 你很怕就对 很抓就对 可是因为很麻烦 要来学校弄 不然我就不能在家里面 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 你想要的地方都可以 你也可以放在低潮 放在西潮 随便 好 你现在 你现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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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讨厌他 我开始讨厌他 他要往 就是再往迷路 是在这里 如果 是麻烦 其实在校外也可以 但是你要做一个 图书馆的认证 对 他自己公司就说很麻烦 好 你们那边 有要求要APA格式吗 论文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那其他人要 其他人要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的 那他既然其他人要 你们 系的格式就一定要啊 你们系没有同一个格式 没有特别要求 好像只有封面那些吧 哦 你知道 APA格式是最简单 哈哈 因为我现在连 论文 引用都是用 Ig4E的方式 对啊 啊那个是 但是他们像 他在写论文的时候 他就要用APA格式 那很麻烦 因为比如说 我同一个东西 我引用十篇 后面就一场算 没关系啊 那个论文 夜数会增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嘞 好 那 你们大家都有学过一点点 所以我就不讲 就是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如果你相对Mailab的话呢 这里 相对Mailab的话 这个Console window 这个Console window 其实就是 Mailab里面的Command window 就是下指定的地方 你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加减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 其实就是 那个Mailab里面的 那个Workspace 所以其实这里 也可以叫做Workspace Workspace 就是你变数储存的地方 他会把变数储存的东西 告诉你 他存在记忆体里面 存在哪些 他大小是多少 这边可能会跟你讲 好 那你的右下角这里呢 他是 有档案啊 有画图啊 有packages 都会放在这里 好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你可以不需要这么多 像我很少用到 Files啊 Help啊 View啊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拿掉 Help偶尔会用不到 好 那我喜欢在 在Mailab里面 我喜欢在Mfile里面写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里写的话 指定下完 下次就不能用 那Mfile呢 我可以把那些指定存起来 以后就叫出来 就Run就好了 好 可以吗 那在这里呢 它是用什么 它叫做script 所以在File里面 我们先开一个新的script File New file 这里有一个叫rscript 看到吗 好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在File里面 的New file 里面也叫rscript 所以在Mailab里面也是一样 File里面的New file 但是它是m 如果没有记住 应该是mscript 好 好 所以来 所以来 我再写一次 File New file rscript 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rscript 那这就很像Mailab的mfile 我就可以在这里写指令 写完了之后 我就存档 然后我就可以Run 但是它没有Mailab那么人性化 Mailab它是 它每年会改版两次嘛 对不对 它在改版的过程当中 它人性化得很快 但是它要钱 我们学校一年要45万 记中还不满 可以吗 好 首先第一个呢 第一个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把我的资料存在哪里 资料存在桌面上的R2015-0312 对不对 好你看 资料我是存在桌面上的R2015-0312 在Mailab里面呢 我们不是会去设定我们的工作目录吗 因为我东西都存在里面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怎么设定我的工作目录 来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从 嘿嘿嘿 有一点忘记了 在哪里 在哪里咧 好在这里 在Session里面 Session里面有一个设定你的工作目录 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样 跟Mailab一样有个位置 Session 设定你的工作目录 Working Directory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的目录 可以吗 设定你的工作目录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点Session Set Working Directory 然后这边有一个选择 Directory Directory 选取 我们的Directory 这比较简单 跟Mailab一样 点好就不会变 好 来做一遍 Session 然后设定 然后选择 然后我是放在桌面上的R 然后就按 选择资料夹 这样就射完了 好 射完了之后呢 你仔细看下面 哦 其实它射完是帮你下了一条子力 你能看到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条子力 可以吗 你也可以用这条子力 但是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通常 你看哦 我们的资料夹是写什么 看起来有点问题 等一下再看 你看哦 我们的资料夹是写的哦 是写C 斜线是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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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呢 你如果用设定的这个指令的话呢 你看一下 斜线是往哪边 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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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要有两个coltation mark 把它抓起来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呢 啊很聪明啦 因为它要迎合MateLab的使用者嘛 所以其实MateLab很多语法 这边都可以用 我以前都不知道 后来发现它可以用 其实我也可以用一根哦 不一定要两根 一根两根它都当一样 那MateLab写多了就用一根 所以我用一根两根都可以 这样可以 好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写这一行 但是你注意 你要注意什么 好 你要注意这里要换成 另外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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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你不管了 来 你先把你设定 Session先设定一下 Session 设定你的工作的目录 然后 选择你的工作目录 然后选择到 你刚刚存档案的那个资料夹 这样 好 来 坐一下 那你怎么知道你用的设定好 你可以下这个指令 就是我目前的get 好 设定是set 如果你要得到你的就用get 所以你看 看这里 你可以用get 好 你可以用get 来看看你到底是哪个目录 所以我在console window里面打get 它就会出现 你打get 你打get 就会出现你的 现在的目录是谁 好 所以你只要打get看看 有没有设定好就知道 好 那个WD就是Working Directory set就是设定 get就是取得 注意后面一定要有括号 它蛮聪明的喔 你只要打一个括号 它就跑出来 对 你打左括号 它右括号自己就跑出来 可以吗 注意这里 你不管你在设字要夾还是函数的名称 前面一定要有英文字先 好不好 不要只有数字 这个要写程式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管任何程式都一样 然后尽量不要有横一杆 不要有中间一个dash 要底线 这个你只要写十年你就会记起来 然后你也背不起来 那是规则 但是你只有记起来 那个有的书 你翻开前面的厚厚的 大概两三页都会写那个规则 你永远都背不起来 好了 再来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料载进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你回到那个资料夹 我们的资料呢 是一个csv档 csv档c是common s是separate 然后 v是什么 忘记v是什么 那它主要是什么 它用逗号区隔的意思 用逗号区隔 可是呢 我们通常你点两下打开 它是用ecell开 对不对 所以你以为它是ecell档 它不是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csv档 我现在按右键 你可以不用做这个动作 我用文字记事本打开 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的csv档 有看到吗 哦 它是用什么 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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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号隔开 对不对 然后文字上面会加cotation mark 有没有 文字上面会加cotation mark 数值上面不加 数值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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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csv档 可以吗 v是什么啊 你上网打csv v就会告诉你 等一下就会告诉你v是什么 所以呢 它其实它预设的是这种档 那这种档呢 它存成文字 真的档案也不怎么大 还算蛮小的 所以蛮好用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张表 你看它是一张表格 它是一张表 它表有表的TV radio newspaper 有每一个栏位 它代表内容是什么 有第一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 第三笔资料 第四笔资料 它相对应的值 只是比较稠 这样而已 好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档 读进来 好 读进来之后 它是一张表 所以我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你看 我叫它叫它一张 table tb就好 table tb 你不要打t哦 你看你打t的时候 它会是蓝色 对不对 蓝色是代表 这个有特殊的意义 它是true 打f就是false 好 所以我们打tb table 好 table呢 我们可以用等号 你在r里面呢 很多人会用这个符号 因为它标准是要用这个键号 很难打 这个键号要打什么 这个键号要打这个 打给你看 这个键号要先打符号表 要先打这个 哦 哦 不是 这是左右的意思 要先打哪一个 先打这个 然后再打什么 再打一根 一杠 在这里 我每次打这个符号 都打得好讨厌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用 每次打这个符号 都很讨厌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用等于 就好了 所以其实 r可以用等于 可以用等于 好 你要读csv 就用csv tap 鍵 对不对 用read 跟那个什么搞混 跟madev搞混 来 你要读csv 你只要打read.csv 就可以了 它一样可以按下 tap鍵 就可以跑出这个来 所以你看呢 我们要读档案 我再做一次哦 要读档案 我知道读档案是read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 你记得read打完之后 按下键盘上面的 tap鍵 它就会跳出 有没有 有read.csv csv2 这些都可以用 还有read.dif read.forchain 你看它连forchain 都可以读 它连madev的格式都可以读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 最近太多人投入了 我要读madev不能读 怎么办 就有一群人去把它写成 读madev 你要读spss的档 怎么办 就有一群人去写sps 要读sars 就一群人去写sars 他不用请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就算放在他的认证的网站上 那个程式也不见得一定是对的 可以吗 不见得一定是对的 好 所以来read 然后点csv 好csv完之后 给档名 我记得 记住哦 你看哦 它有个好处哦 你再看一次哦 我现在做一遍给你看 有点小哦 我先做一遍给你看 我打了一个括号 它会自动帮我把另外一个括号弄出来 有没有 它很聪明的勒 如果呢 我现在要打cotation mark cotation mark 我要打引号 打一下 它自动会帮我把另外一个引号给 跑出来 所以很聪明 那我到底要一个引号 两个引号都没有关系 那我maylabel用习惯了 我喜欢一个引号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以前上课会两个 我现在都改一个 以前上课都会写箭头一杠 现在都改等于 因为跟maylabel长一样 这样我才不会搞混 我这样交起来我连指令 我自己都会搞混 好 那我们里面有个advertising 你看 我里面有个资料集 我只要把工作目录设定好 我工作目录不是设定好了吗 对不对 我这个工作目录里面有我的资料集 所以我只要打一个A 后面我不知道 我就按TAB键 它就会帮你把资料集的名称 整个拿进来 聪明嘛 对不对 这跟maylabel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打这一行就好了 没有那一个干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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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哦 你要善用TAB键 任何程式都尽量 试试看 Read TAB键 就会出现Read.csv 打一个A D 或者A 按TAB键 就会出现 Apvertising 这些棋 这些棋 我希望能够达成 但是我不是每次都有这个时间 来我先讲 扣可能会长得不一样 但是类似 等一下 好 什么意思呢 这段打完了吗 来 我会把这个东西上传到我们的 没有在这里面 算了 我手上有一份这个 这个是很像 没有你理我 我手上有一份这个 我们的code都会在里面 这个很像那个什么 很像那个 MateLab里面的publish 对不对 它可以publish成一份档 这一份档 我会放在 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上面 等我交往就放上去 只要这一段程式交往 就把这一段放上去 上面就有程式嘛 可以吗 只是有可能会有一点差 因为我不是把上课内容整个放上去 我有时候上课想到什么会改 有时候我想一想 这个不要交 我就不交 就把它删掉 但是原则上会差不多 好 那你打完了这一行之后呢 你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作用 那MateLab怎么有作用 MateLab不是一个run 按了就可以了 来 可是呢 在R里面比较讨厌 R里面在run的时候呢 它不是从头run到尾 它是run你什么 游标子的那一行 或你选取的那一行 所以假设我要run這個 我必须要把我的游标 放在这一行的任何一个位置 可以吗 或者我必须要把这一行 选起来 好 怎么会有比例 来 我把它放在游标这里 随便任何一个位置 我按下这个run 它就会帮你run 你看它就把你的data找进来 总共有什么 有200个观察值 5个变数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做 或者你也可以选起来 然后按下run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什么 选起来 你看我把滑鼠放在run 这里 它有几种选择方式 它可以用run 目前这一行 或者是选择的 你也可以按下Ctrl加Enter 它也会run 或者是 Ctrl加R 它也会run 这样可以吗 来 我做一遍给你看 我先把变数清干净 好 清掉 清掉变数之后 我选这一行 然后 按下Ctrl加Enter Ctrl加Enter 它有run 对不对 好 我再把变数清掉 Session里面有一个Clear Workspace Session里面有一个Clear Workspace 就把变数清掉 来 Session Clear 好 它有可以下指令的 下次再教你下指令的 你看我可以在这一行 游标一定要选到这一行 或者选起来 然后 按下Ctrl加R 它也会run 都是run 好 来 试一下 先run 然后看看右边有没有东西 我讲的还是 可是我那个说明打不能打中文 因为它是打taste语法 打taste语法要加进中文 要看你有没有 新看 但是你要新 我中间 我正放出那个 那个 什么 他没有实力 中间的动作没有 他没有实力 他没有实力 对 所以你这样讲 有啊 你这样讲 你没有放在这档案吗 有放在这档案吗 有 有 有 是不是 有 有 有 再选一次 设定 再选一次 设定 再选一次 设定 太肚子在讲 按下去 选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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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把 后面就放好 这样 我会有没有 我会有 我会有 按下 如果是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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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了帕米 因為那個我上次有一次去年教的時候 上個學期教的時候那個檔案給副本 什麼叫給副本 我不是那個給你作業不都有副本嗎 它的是副本1、副本2、副本3、副本4、副本5 副本某某人的名字、副本某某人的名字 結果那個漏的進來檔案的時候 那個檔名好長 所以你要按table鍵 它就自己幫你把它跑出來 你的副本跟別人的副本名稱會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照我打會跑不出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table 它跟MainLab一樣 它可以在TB這裡點兩下 有的可以點有的不能點 我還找不到規則 反正它可以點就點 不能點就不能點 第一個它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它給了它一個S 其實S就是原來的行號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電視 這個是我們的電視上面的廣告 這個是我們的廣播上面的廣告 這是我們的NewsPaper上面的廣告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標頭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Sales 好就是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我們的銷售量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張表 好來注意一下 其實你有一個 你在Read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一個參數 這一個可以不要讀 可以不要讀哦 怎麼了 可以叫字盪放大 呵呵呵呵 好下次再講 沒有空講 呵呵呵 好 太囂了 那我怎麼把裡面的東西找出來 來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看一下 我們現在教你幾個指令 來我把這個Council window 把它清掉 來第一個 來怎麼把這個清掉 來 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教你清了 來 呵呵呵 先抽 下面 下面這個怎麼清掉 按Ctrl加L就可以清掉了 你要把下面Council window的東西清掉 然後要用Ctrl加L 好 Ctrl加L 誒我怎麼會知道 就是當你Manable用手了 你喜歡清 Manable Manable不是只要C有EAR就可以清掉 對不對 C有C就可以清掉 結果找了半天沒有辦法清掉 你就很生氣 就去網路上查 然後查一查就可以清掉 好 來 首先呢 我TB已經進來了 Table進來了 那Table是什麼 來我打一個TB 按Enter 它會把我所有東西都列出來 太長了對不對 好討厭 清掉 Ctrl加L 好 那我TB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我可以用一個叫Names 打TB 按Enter 哦 我TB 你打一個Names 然後TB 它就告訴你 啊 TB的欄位的名稱有什麼 有S 有TV 有Radio 有NewsPaper 有Sales 來試試看 Names 我們不會教太多指令 然後 字很小 字很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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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很小 在這裡 在這裡 為什麼一定要我們教 來 在Tools裡面有一個Global Options 再看一下 Tools裡面有一個Global Options 就是你的所有的選項都在這裡 好 設定的選項都在這裡 進來之後有很多 這裡有一個外觀 外觀就是Appearance 外觀 外觀 你點一下外觀 外觀這裡就有一個Fone Size 它還有不同的主題可以讓你選 有人喜歡用Tamano 9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可以把這個選成 36 看來是多少 預設是多少 有亂來 預設是10 你馬上用36 哇 你看 夠大了吧 你眼鏡一定看得到 大概 有人喜歡用多少 大概14 12 14 大概就可以 14 也太大了 太大了 12 13 好 這樣可以嗎 有大一點嗎 好 不愧 是 好 所以呢 你看我們就可以直接用Lens 那你看如果我直接打TB 再一次喔 如果我直接打TB呢 會有200筆資料 很討厭對不對 我只想看前面幾筆怎麼辦 來 有一個指令叫Head Ctrl加L可以清掉 有一個指令叫Head Head就頭嘛對不對 Head HeadTB 按Enter 就可以看前面六筆 預設是六筆 前面六筆資料 可以嗎 就可以預設看看前面六筆資料長什麼樣子 好 好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教你其他的 不然你今天就不用報告你了 就被你講中了 呵呵呵 你也可以 好啦我真的很想講 你可以用Summary 你可以用Summary 就是稍微幫你算一下敘述統計 然後按Enter 好 他就可以幫你把 稅數統計算出來 有沒有 S的平均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第一四分位數是多少 中位數是多少 第三平均是多少 第三四分位數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有沒有 我會幫你把基本的 序數統計算出來 可以嗎 就用Summary 為什麼要講Summary 因為Summary這個指令 到處都可以用 你每一個 每一個Model 跑出來都可以Summary Summary可以用就可以用 Summary不能用 你再去看他的Help 可以嗎 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R沒有很難 聽你理工 好 好 再來呢 再來我要寫Model 對不對 我現在要用什麼 要用回歸 然後我希望用回歸裡面的什麼呢 我希望看看TV跟Sales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看TV跟Sales的關係 也就是我想要知道的是 Sales 會 什麼 會等於Beta0 加上 Beta1 Hat TV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那個 R裡面呢 或者現在Model 也慢慢接受這種格式 在SPSS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剪寫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Sales 然後一槓 一個小 毛毛蟲 對不對 一隻毛毛蟲 然後呢 這個呢是一定有的 所以不要理它 但是呢 我們只跟誰有關 只跟TV有關 來 只跟TV有關 所以一槓之後這裡放TV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模型的寫法 這是我們Model的寫法 這是我們Model的寫法 這就是上次那個超群問我 對不對 Mateable也在改變對不對 我記得你有告訴我說SVM它 有不同的寫法有沒有 你不是問我嗎 SVM Fit有沒有 FIT然後什麼SVM還是FIT 他現在慢慢的要把它改成這個寫法 喔 好像是耶 對不對 好 所以Mateable慢慢的也接受這種寫法 那Mateable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寫法 沒辦法 他統計學校就這樣寫了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就是我要看TV跟Sales之間的關係 那TV就是我的Predictors 就是我的Independent Valuable Sales就是我的Dependent Valuable 或者是我的Response Valuable 或者是我的Response Valuable 那怎麼寫 來這個寫法要先會喔 來 好 這個怎麼寫呢 我們就寫Linear Fit 假設Linear Model Linear Fit就會等於Linear Model 只要寫LM就可以了 然後掛號 然後我這邊寫Sales 然後一樣 -TV 然後我要告訴他說我的資料是誰 Data是我的TB 這樣 好 所以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是告訴你Model 第二個是告訴我資料是誰 從TB得來的 好 所以你選這樣ROM 他就幫你跑完 很簡單 好 你要跑的Linear Model 要先告訴你Model是誰 所以前面是Model 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寫的 Sales 會近視於 Beta0 加上 Beta1 TB 對不對 然後他只要把它剪寫成Sales -TV 就可以了 然後他是從TB裡面來的 不要打錯字喔 可以接收嗎 然後還記得按ROM嗎 對 按ROM 要記得把滑鼠放在Meta 按ROM 才會補出來 那你出來的時候你的右邊呢 你的Workspace上面會出現 你按ROM 你ROM完之後你的右邊 會多一個新的東西出來喔 有沒有看到會多一個新的 叫做Values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多那個出來 就是沒有跑 沒有ROM 沒有ROM怎麼辦 給你10分鐘 你怎麼跑 保育圈 沒有沒有 天氣真的很冷耶 保育圈 給我講 那你弄完之後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想跑業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FORMULA 等於什麼也可以 打完你記得按ROM啊 ROM 那要跟他一樣 S是 要跟你的裡面一樣 S要大寫 然後TV兩個都要大寫 要跟你的DATA一樣 給DATA裡面掌聲的就是 所以你可以把DATA給拆來看 然後按下ROM VVVV也是大寫 你問我說V為什麼大寫 人家就會寫大寫 當初做V是大寫 好 好 來看一下喔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變數名稱喔 來 變數名稱在哪裡 你把TV點開之後 我把TV點兩下對不對 TV不是可以點開嗎 點開之後 人家上面是大寫 你就大寫 人家是長怎樣就長怎樣 Sales 就跟你的有關喔 那你說很討厭 我記不起來怎麼辦 來 教你喔 如果我想要知道TV裡面的Sales 我先寫在下面 我們先把結果先講完 不然每次都沒有結果 對不對 來 我LINEAR FIT出來了之後 對不對 我可以用SUMMARY 那剛才SUMMARY是TB嘛 對不對 現在是SUMMARY LINEAR FIT 對不對 好這時候按下ROM 喔 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些的資訊找出來 你看我就可以知道什麼 喔 它的RECIDUAL的最小值 殘差的最小值 殘差的第一四分位數 殘差的中位數 殘差的第三四分位數 殘差的最大值 這個叫做五數共和 就是打拳的意思 不是啦 這五個數字 這叫五數 五數共和 不是那個打拳的那種五數喔 1 2 3 4 5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咦 它的COEFFICION 對不對 它的係數 你看它的結距是多少 7.032594 它的斜率是多少 0.047537 對不對 這個是五數共和 它這個是 你看 最重要是這個 好 後面還會告訴你說 它的顯著性有沒有顯著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不要理它 後面會講 先不要管它 我們現在要知道的是這兩個 還有它的 R square R square 我們也不要理它 等下後面會講 RECIDUAL 這是RSE 這個我們不管 這個是R R平方 我們會講 這個F統計量 我們後面會講 所以先不要管它 你只要先學會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係數就出來了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Sales 會近視於 7.0326 加上 0.045 的TV 這樣可以嗎 前面第一個是解句 第二個是洗力 你只要打Summary 欸 我現在不能用掉 好 你們試試看 這可以畫掉了嗎 可以離開了嗎 可以喔 可以離開了之後 你要怎麼跳出這個呢 你只要打一個Summary 然後Run就可以 打在上面跟打在下面有什麼不一樣 打在script裡面 我打完了以後我就可以一直Run 我可以一直Run這個 可以嗎 那你打在下面的Console Window 你要每次打完了以後要重打 要重打或者要按上鍵把它叫出來這樣 所以你打在script裡面是你以後可以重複使用 甚至可以把它存檔 好 存檔以後再用 那你如果打在那個Console Window 或者Command Window裡面就不行這樣 插在這裡而已 所以這些指令你也可以全部都把它移到 Console Window裡面去 你會發現你Run的時候 Console Window也會跑出一行指令下指令 好 這是一樣的意思 知道嗎 那你要知道哪一個是結局的係數喔 哪一個是協力的係數這樣 那你說 你說這麼多東西我都不喜歡 我只要我只要看它的係數就好 其他我都不要 可不可以 因為我寫報告通常只要係數嘛對不對 或者我只要R square嘛對不對 我只要我要的東西其他我都不要 可以喔 有的函式它有寫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如果你打LmFit 它只會跳出這些東西來對不對 那你剛剛我們不是有教過一個指令叫Nance嗎 Nance LmFit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我的LmFit裡面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這個在程式裡面這個叫方法 它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它有Coefficient 有Rank 有QR 有Code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方法可以用 你有興趣你去看裡面是什麼 我沒有教那麼多 那你沒有看到一個叫Coefficient 對不對 它有這個方法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把Coefficient找出來 來你在Console Window打一個Nance Lance 你要說Lance是什麼 所以你Lance 如果Lance裡面放的是Table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Table裡面有哪些Cara 就是有哪些的變數可以使用 對不對 像有TV 有Radio 有Newspaper 那你如果是放在一個模型之外的結果 對不對 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會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 那我怎麼使用這些方法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要這樣用 它要叫出一個東西 它可能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資料分析太賺錢了 這我自己講的 可能覺得資料分析太賺錢了 所以它用了一個錢字號來叫方法 來叫Table的欄位 錢字號是一根還兩根 一根 錢字號 好 那怎麼做呢 來看一下喔 你可以打LN Fit 然後打一個錢字號 來錢字號你就按下 Shift加4 Shift加4 錢字號我按下鍵盤 錢字號在哪裡 錢字號是 錢字號 錢字號是 錢字號在這裡 這樣就不是了 錢字號對不對 錢字號完了之後 按下Table鍵 裡面就有所有的方法 有沒有 就有方法對不對 你不用自己打 你自己打一定會打錯字 記得用Table鍵 然後 Coefficient 然後再按下Anker 它就幫你把 All Coefficient找出來 這樣可以嗎 再看一次喔 Ne-hello-an-fit 然後錢字號 Table鍵 然後就有看到 Coefficient Recidious 等等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要的是 Coefficient 就好了 來試一下 我們今天的範例 只要告訴你 Coefficient 看起來真的不用報告 下禮拜一開始就報告 然後就不會拖到沒有報告 蛤?所以你下禮拜要再穿一次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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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隨便隨便 今天為什麼穿 不是啦 因為今天在人家穿一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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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161是這樣 那是我大小的關係 它是這樣 1是這個意思 從這裡開始算1 1 2 3 這個是4 這是5 沒有 這是7 這樣 那你如果在什麼 你如果字型用小一點 這個就會少一點 喔 所以他告訴你這是第10個 所以你看你的第11個應該是Tens對不對 對 第11個 所以你的字型真的是太小了 不然就是畫面太大 這個步驟可以嗎 好 沒有 好 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接下來我想畫圖對不對 好 來教你怎麼畫圖囉 還是應該可以讓你報告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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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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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4 2 2 那我告訴他說我要畫誰就可以了 我要畫什麼TV裡面的 我要TV跟Sales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打TV 然後跟什麼 跟Sales 來這時候我按下Run 錯 為什麼錯 他告訴你說他沒有發現TV 可是我明明就有TV啊 我的TV在哪裡 是在TB底下的TV對不對 Table底下TV 這裡為什麼知道這裡是SalesTV 因為這裡有告訴你Data是誰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告訴你Data是誰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要告訴他Data是誰 TB裡面的TV TB裡面的Sales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再打一次給你看喔 你可以打 TB前字號Table鍵 選TV TB 豆號TB前字號 然後打Sales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時候再錄喔 欸圖就出來了 喔TB跟Sales 圖在這邊 好 來我試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這樣做 好 如果是Plot TB 這我沒有試過 Sales Data 等TV 這可不可以 不可以 好 所以沒有人這樣寫 那就不能這樣寫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下次再教 來 打這一行就可以畫到 很簡單 超簡單 好 它土會出現在哪裡 如果你是用RStudio 土會出現在 右下角 欸欸欸欸欸欸 好吧 就是這樣 什麼 錢字號就是要把裡面的東西叫出來 像你剛才那個Linear Fit 它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可以叫出來 TB裡面是很多不同的欄位 它要把欄位的值叫出來 所以它要把電視的 預算的欄位叫出來 跟你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Sales 就是你銷售的量叫出來 這樣 它只要這兩個欄位 所以錢字號可以叫欄位 可以叫方法 好了 再來咧 再來那個TB前字號 TB很討厭的 你的右下角不是有個TB前字號嗎 很討厭有沒有 那就是S軸的名稱 S軸的名稱 我希望TB就好 我不要TB吧 對不對 它會 預設是什麼 預設就是把你key進去什麼 它就叫什麼名稱對不對 那如果我想改別的名稱 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 它跟Mailable類似的 它再打一個鬥號 它叫S Label 所以你就打S 然後Label有沒有 然後我就給它名稱 好 1-TV 學妹Label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就是Y-Label對不對 Y-Label 就等於 就等於什麼 Sales 好 這樣我再Run一次 好 怎麼變兩個等號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看這邊就變TV跟Sales 有沒有 漂亮多了對不對 來 試一下這樣 那記得 按Run 它才會跑出來 你如果不Run 它只是寫在那裡 一點用都沒有 你也可以把正軒TV正軒TV 應該可以吧 你試試看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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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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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補充的話是用緊字 你如果要做補充 你要在這地方做畫圖 你要記得補充怎麼用呢 你哪個不會run 就是要打緊字號 後面就可以寫補充 所以緊字號完了之後 你可以寫這個是畫圖 可以打中文喔 沒關係 來你試試看 我可以全部選起來 從run一次沒有關係 然後你如果畫圖的這個地方有一個箭頭 這是RStudio才有 這個箭頭可以亮的話 表示你可以看前面的圖 可以看前面一個圖 你看 剛剛畫過圖都在這邊 所以我畫了三次圖 好 所以你可以用緊字號 來寫註解 好 才沒路 這感覺放在那個很後面嗎 什麼 所以放在後面 放在哪裡都可以 那只要看到緊字號就不好 就是要跑步跑的話 看到緊字號會緊急煞車 不要寫畫圖 這種comment 你實在有一點異動 為什麼這裡是寫是plot plot plot plot不是畫的嗎 你這個註解寫畫圖不是很奇怪嗎 你註解別人嗎 例如畫散布圖 對 其實plot可以畫很多圖 只是我們在這裡他來畫上圖 他還可以畫什麼 還可以畫點 還可以畫直線 折線都可以 好嘞 再來 再來呢 我想要把那一條直線畫上去 很簡單喔 那要直線畫上去 直線呢 它有一個指令叫 A9 UpperStraight 就是絕對的線 UpperStraight 9 如果我沒有記錯 英文應該是這樣 UpperStraight 9 那這個指令呢 跟Mallup會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搞混 所以你要記一下 來你只要把它的Linear Fit 放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些Linear Model 它跟直線有關 都可以丟到這個 AB9 按Ctrl加R1 它就把你把直線畫出來 好酷喔 那你如果放在哪一張圖上面 他就畫在哪一張圖上面 你剛剛不是很多張嗎 對不對 好你這邊 你這邊要記得喔 像這一張有畫到對不對 中間這一張沒有畫到有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箭頭去點 點到哪一張 欸這張沒有畫到 好你就這一張 然後再落畫一次 再落畫一次 他就在幫你畫在這一張 好它會疊在你 現在目前的這一張圖上面 滿聰明的喔 你看 聰明的缺點就是喔 我希望知道這個是幹嘛的喔 哈哈 沒有啦 黑我朋友要看很久 欸對就是你在算哪一條線 喔所以這條線 鬼歸線 來這條線是什麼 這條線在這裡嘛 那圖每次在這裡很討厭喔 所以你如果圖要展現一個新的視窗 你可以用Windows 然後刮號 記得一定要刮號 Windows刮號 那它就不會出現在這裡 它就會出現新的 來我全部全選 從RUN 它會跳出一個畫面 新的對不對 好大的畫面 好漂亮的線對不對 好然後來我看一下係數是什麼 黃金 係數咧在這裡 所以呢這條線是什麼 這條線就是跟這個有關 跟這個係數有關 這條線就是 Sales 近視於 7.0326 加上 0.0475TV 可以嗎 你在畫圖的前面多一個Windows 它就不會畫在Studio預設的位置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重畫 這樣 全部選起來重不讓 你要把 在plot上面 要多一個Windows 括號 它會開個形式窗 括號 plot上面要多一個Windows Windows 然後括號 它會開個形式窗 然後全部全選 或者你只要選這三行也可以 選這三行也可以 選這三行也可以 所以可能有一些新視窗 它會拉得開個形式窗 一開始 在那裡 沒有嗎 要漏 有 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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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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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你少加一個S 要運動 加個S 你自己少加S 有 你有啊 在這裡 有啊 有啊 有新的出來 那這個新的出來 就可以貼到你的 你的 你的 Word啦 Excel啦 PPT啦 都不一樣 來怎麼貼 怎麼貼裡面比較重要嘛對不對 你會來寫報告怎麼貼嗎 來怎麼貼 來貼的時候怎麼貼 趁宜隆不在趕快講 檔案 複製到剪貼簿 對不對 來 然後 複製到剪貼簿裡面 你可以存成 BMP或者是Meta File 我記得你存成 Bitmap BMP 好不好 這個格式叫 檔案 複製到剪貼簿 BMP BMP 來 檔案 複製到剪貼簿 作為BMP 或者你另存也可以 然後你例如我開 我開這個 PVT 然後貼上就好 它就貼關了 好 很簡單 好試著把它貼到 貼到 貼到你 來喔 顏色太大 隔壁低光的 可以嗎 好 試著把它貼到那個 Office裡面去 貼到Word eSale上面去 好 這條線的顏色 不太好看對不對 顏色還粗形 顏色黑色 所有土都黑色 你們都看不懂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改顏色 改顏色 原則上就是這個指令 改顏色的指令 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很難記 它很討厭 改顏色呢 就是用Color 所以你在這裡再多一個CO 你看打CO 你就可以往下看 COL 它是Color 有沒有 它可以有一個Color 它可以用Color Matry 或者用指令 都可以 那你可以上網去打Color 你打R Color 它有一個Color Table 它Color裡面有告訴你 哪個顏色是哪個代號 都有 但是那個代號 我輸進去怪怪的 跟我眼睛看到的不一樣 我就不知道那個是我 電腦產生出來的色差 還是什麼 大致上類似的 但是有點怪怪 例如它紫色 我踢紫色進去之後 出來是很淺很淺的紫色 不是它那個紫色 所以可能是有色差 但是我們最常用的那幾個 RGB 對不對 Red Green Blue 這幾個很簡單 你就直接打名字就好 例如 Red 好 Rone 現變紅色 有沒有 那你如果要 如果要 Blue 它就 Rone 它就變藍色 那你要灰色 Grey Rone 它就變 灰色 好難看喔 那是用什麼 可以嗎 另外一個是粗細 粗細呢 它是用Y Nine的寬度 它也是用縮寫 字會不會太小 應該看得到啦 所以你看我上面Rone下面都會有 什麼意思 你看這裡 我剛才不是在這裡Rone對不對 Rone這一行環下面其實都有對不對 所以上面跟下面的差異只是 下面呢它Rone完了之後 以後要用不要按上把它叫出來 或關掉以後它就不見了 但是上面這個以後打開都會存在 所以它只是把上面這一行環丟到下面跑去 那上面這個你看它就是 現在永遠都存在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存檔 等一下我把它存檔 這個就存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換不同的顏色 你會的那幾個顏色都可以丟 Green啊 Yellow啊 這幾個應該都 Pink好像也有 然後Purple好像也有 紫色也有 這幾個名稱都有 那你可以給它那個RGB的三個碼也可以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 Manable是0到1嘛 這裡好像是0到255啦 3原色 給它3個原色的值 我可能會講錯 你就上網查一下 看0到1啊 是0到255這樣看 好 那另外一個是寬度 寬度呢 是什麼 LW 沒有 線的寬度 我試一下 20 有啊 喔 好粗對不對 你要 如果要寬度的話 你就要打這個 LWD 線的寬度 那這個HELF都看得到 喔 24 很粗的 沒有人用這麼粗的線 那你說你怎麼知道這些 上網查 對不對 現在這個年代跟我以前做研究年代不一樣 我以前那個Google剛 剛 剛 咦我碩士畢業 我進去 我在中興大學當助教的時候是2004年 2004年Gmail才開始發邀請信的樣子 不知道是2003還是2004 那時候申請Gmail不是我上去KK就有 你要跟人家討那個邀請的那個信件才有Gmail 那時候才剛開始 後來Google在Test Mining上面花了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你如果是在Big Data裡面喔 你如果有興趣去查這個 Google把這個實做出來 Google的搜尋速度才會變快 這個Map Reduce 那這個Map Reduce 它就是在存資料的時候 不是在像傳統的資料庫這樣存 它是把它切割 然後切割之後再分解 分解完之後再去存 然後用一個函數對應的關係 可以把它恢復回來 所以它的搜尋速度才會快 但是這跟傳訪的資料庫不一樣 它不再是資料庫 它不能下西口的語法去搜尋 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後來2003年才有產生一個 2003年有了這個 不知道是2006年還是2007年 才有了這個新的技術出來叫函度 這個C的資料的收集重集的模式 這跟Big Data很有關係 最近這個很紅 Big Data裡面有幾顆 所以你們如果去搜尋 也許會搜尋到這個東西很紅 這個東西叫函度 它是一隻大象的符號 為什麼用大象的符號 因為這個設計者 他的兒子喜歡大象 好 來那我怎麼知道這些指令可以這樣用 所以我們要學會help 對不對 來我想知道f9這個東西的help 我只要打一個問號 我不知道它怎麼用 所以打一個問號f9 按Enter 它右邊就會出現那個 你只要打這個 問號函數名稱 問號函數名稱它就會出現 如果你是問號資料集 它就會出現資料集的說明 它有一些資料集有放在那個 它的package裡面的 或者是什麼就可以 好 它的說明檔很難看 我們先看它的說明檔 好難看 你看 use argument detail 你看一大堆說明 reference example 都有 但是它的example呢 我看不到圖 你看明明就畫圖 對 它畫圖看了半天 我也沒看到圖 所以他 Malab不一樣 Malab它有說明檔之後 下面就有圖 說明檔下面就有圖 說明檔下面就有圖 對不對 Sepidable很能性 它要錢了 這個不用錢 好 所以你看到它裡面就會有一些 看一下喔 通常我們有時候會拉到下面 HELP直接看 你看這裡就有告訴你 Color Color可以用第四個Color Color也可以用Blue 這些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直接把回歸出來的Model 我們剛剛做做 回歸出來的Model 直接丟到裡面去 它就會幫你把線畫出來 有沒有 等等 你看它不只這些喔 它HELP裡面還有很多 它不只這些 像剛才的寬度 這裡就看不到 對不對 那個你就上網去打這個指令 然後人家就會告訴你 它有哪些功能 你可以看別人寫 然後自己把它學起來 可以嗎 沒有問題齁 沒有其他的指令齁 像這些 像你要打TABLE 你不是前字號 TV 可以把TV叫出來嗎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別的方法 也可以用TV 然後TV 不是 TABLE TABLE 然後它的第二個是TV 也可以這樣叫出來 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好不好 它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叫 這後面再講 會用到